當天的兩人房 四人房最高房價 那大概取得一兩筆去做個企業 可以啊 那我是挑客人的 你需要增進哪些資訊 名字嗎 還是價格就可以了 在這個名單裡面 你可以想說你們還是兩人房 我看一下 兩人房 那個最高的 應該是類似行政套房 這是兩人房 那給你們行政套房的 我看一下我最好的房間 那我都知道了 我最好的房間 其實都是因為人房在那裡 希望大家的房間 沒有資訊 我去找我的房間 那都是沒有擋開房間 我可以這個房間